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河 拿好手机跟着老河一起盘一盘吧 今天呢我要说的主题是蓝宣语成简陋达人 历练图中收千年魂兽为宠物实力大增 在《斗罗大陆之终极斗罗》最近更新的剧情当中写到了 333小队遇上了两头千年魂兽正在打斗 一头呢是敏捷的金丝魔猿 而另一头则是坚不可摧的棕吕熊 它们打斗的原因呢是棕吕熊身后的千年子之 千年子之呢对于魂兽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对于这里面的魂兽来说呢却是极为珍贵 吸收后可以徒增千年修为 蓝宣语此时新生遗迹 打算用千年子之来控制住金丝魔猿 蓝宣语呢在娜娜老师那里学习了控制五魂的技巧 并且呢能够掌握血脉之力 蓝宣语体内的龙神血脉在传递善意情绪时 会给出增幅效果 反正呢就是压制 蓝宣语控制蓝营草缠绕着魔猿和棕吕熊 给魔猿增幅给棕吕熊压制 魔猿趁此机会直接把棕吕熊打败 刘峰在一旁给了棕吕熊致命一击 蓝宣语先是获取了金丝魔猿的信任 然后呢再拿出千年子之 来诱惑金丝魔猿加入自己的队伍 在蓝宣语的威逼利诱之下 魔猿也只能够屈服 在接下来的六天时间里为333小队护卫巡航 之后呢金丝魔猿跟随蓝宣语来到了现实世界 原本3000年的修为消失 仅保存了原本的一些零食和一些天赋 后与金刚沸沸融合成为了蓝宣语的召唤兽 好了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